近日,俄乌冲突前线突然发生三个新情况,标志着俄乌冲突发生大变局内涵极大的文章。 点击屏幕的有用,今天我们聊一下这个话题。 据俄媒10月18号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副主任基里尔·寂默声科声称, 乌克兰地尼波罗·彼得·罗夫斯克一处电力基础实施,遭到两次空袭,严重受损。 从10月10号开始,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 后来又逐渐地从常规战斗机转为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展开空袭, 而且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其中尤其以电力能源设施作为重点打击的目标。 对此,英美已经表达担忧,趁俄军开始打击乌克兰的能源及其分配设施, 这表明俄罗斯改变了战术,希望通过能源角度来尽可能弱化乌军的战斗力。 这还仅仅是近期俄乌冲突第一个新情况而已, 另外还有两个新情况,第二个来自俄乌冲突正面的战场, 乌克兰方面首次证实乌军在赫尔松的反攻已经失败, 据悉乌军战损不小,甚至有传言称, 一直由美英雇佣兵组成的队伍都被俄军全歼, 该说法未经证实,但俄军成功化解了乌军的攻势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点就有意思了, 据了解,俄军正在动用自杀式无人机打击基辅, 自打4月俄军宣布进入第二阶段作战以来, 俄军就已经从基辅撤军, 从那以后就再没有对基辅发起打击, 主要的战事集中在乌克兰东部以及南部, 转折点在10月10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的空袭, 基辅也不例外, 而这次动用无人机打击基辅, 更是令乌克兰倍感压力。 如何看待这三个新情况呢? 首先, 9月俄军遭遇的短暂挫败已经过去, 俄军已经成功恢复元气, 展示了真正的实力, 有效令乌军反攻受阻。 再者, 无人机在这场俄乌冲突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甚至于, 无人机已经改变了俄乌战局。 事实上, 这场俄乌冲突至今, 动用无人机的不仅仅是俄军而已, 乌军也有使用无人机, 所以严格来讲, 这场俄乌冲突或将成为一场再入史册的军事对抗, 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目前已知唯一一个双方都大规模使用无人机作战的军事冲突。 不过有趣的是, 俄乌两国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无人机强国, 近时今日, 真正的无人机强国是中国、美国、以色列和土耳其。 而且俄乌双方的无人机也都不是自己造的, 而是来自于外界的援助, 乌克兰的来自于美西方, 而俄罗斯的自杀式无人机, 据了解是来自伊朗, 不过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强调自己没有援助俄罗斯任何用于这场俄乌冲突当中的无人机。 在过去, 虽然对于使用军用无人机展开对地打击侦查的战力也有很多, 但像这样大规模使用对抗的情况, 几乎是前所未有。 据悉, 俄乌双方对无人机的使用其实也不是特别先进, 比如有知名军事专家指出, 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对抗有点梦回一战的感觉, 一战当中空军刚刚崛起, 所以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空战战术, 所以敌对双方空军碰面时, 往往只能够选择用拳头示威或者是相互投掷石块。 但是这不妨碍无人机改变局势, 尤其是对俄罗斯而言, 显然对于利用无人机做出更多的事情, 俄罗斯的探索走到了乌克兰前面, 正在利用无人机给乌克兰制造大量有效的伤害。 对此, 气急败坏的乌外长库列巴甚至表示, 自己要向总统泽连斯基提议, 考虑一下和伊朗断交。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这个乌克兰气急败坏的时刻, 乌克兰居然想到了中国, 怎么回事呢? 原来对于俄罗斯用无人机袭击基辅一事, 中国外交部方面表示, 对此事一无所知啊, 本来中国也没有参战, 在没有注意到有关报道或者是缺少他人告知的情况下, 回应不知道也实属正常, 但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方面却炸毛了。 10月19号, 乌克兰外交部代表尼克连科称, 对中方的回应感到惊讶, 并称, 难道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没有通报此事吗? 还称, 中国是在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并要求中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希望中国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出更强硬的回应。 不知道乌克兰方面懂不懂什么叫做外交礼仪, 说来说去啊, 就是自己摆布凭俄罗斯的自杀式无人机, 希望中国能够对俄罗斯施压, 不要再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了。 有这样的想法, 大可以说出来啊, 何必选择诬陷中国假装呢? 中国有必要假装吗? 中国第一没有参战, 第二, 俄罗斯动用的无人机也不是中国提供的, 不管这个无人机是否打了基辅, 或者是中国知道与否, 对中国都不会有影响, 中国为什么要假装呢? 中方因为各种原因, 未能第一时间得知是很正常的事情, 乌克兰没有必要借诬陷中国, 把中国陷入一个很尴尬的处境, 然后逼中国帮忙, 这是很影响一个国家声誉的事情, 请乌方郑重一点, 也负责任一点。 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回应的问题, 中方围绕俄乌中途立场, 过去已经多次的重申, 讲得很清楚了, 只要乌方知道, 那么就该清楚中方不会随便对俄乌任何一方施压, 难道乌方不知道这一点吗? 还是说乌克兰才是真正的要假装不知道呢? 特拉斯突然宣布辞职, 梅德沃杰夫第一时间发去祝贺, 意在讽刺, 这给反华国家上了一课, 点击屏幕的有用, 今天我们聊一下这个话题。 当地时间10月20号13点30分, 英国首相特拉斯发表简化, 突然辞去了自己保守党党首以及英国首相的职务。 特拉斯于9月5号当选为保守党党首, 9月6号接受已故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正式任命, 担任英国首相, 前后仅入主唐宁街10号44天, 也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 据了解, 消息发出去之后,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梅德沃杰夫第一时间用社交媒体发去祝贺, 再见, 再见, 利兹特拉斯, 恭喜生菜, 生菜梗来自于一名脑洞清奇的网友, 当特拉斯宣布辞职以后, 该名网友在社交网络上发起对比, 称特拉斯和生菜哪个保质期比较久, 显然, 作为俄高官, 梅德沃杰夫是在赤裸裸地嘲讽特拉斯任期太短, 屁股都没坐热就被赶下台了, 值得注意的是, 特拉斯的失败也能给那些反华国家上上一刻, 早在约翰逊还是英国首相期间, 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特拉斯就以极端反华著称, 其反华的态度之强烈呀, 比一直跟随美国反华的约翰逊还强, 而且他也丝毫不介意兜售自己的反华主张, 在与前财政大臣苏纳克的现场辩论过程中, 他就曾声称苏纳克不够反华, 试图以此强化自己的反华立场, 以此博取更多的选票, 现在的美西方国家, 有不少的政坛带有强烈的反华情绪, 风气很差, 最突出的显然是美国, 现在美国政坛反华已经蔚然成风, 除了极个别有识知识之外, 美国政坛几乎只有反华和更反华的区别, 而且这种情况还在持续的恶化当中, 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比较严重, 因为前总理莫雷森执意反华给中澳关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也促使澳政坛风气恶化, 现总理阿尔巴尼斯及其重要的幕僚, 现在的澳外长黄英贤在此前的竞选期间都发表过反华言论, 以此强化选票, 日本现在的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当道, 军国主义存在复辟的可能, 而要践行他们在二战中未能实现的野心, 中国就成了他们最大的阻力, 所以现在日本政坛整体的反华倾向还是比较浓厚的, 不过也并非全部, 日本整体表现反华, 根本原因还在于代表右翼的自民党在美国扶持下, 权倾日本政坛导致的, 日本其他政客比如曾经担任首相的福田康夫, 纠山游记夫等人对华的态度就非常友好, 除此以外啊, 英国保守党内部也是这种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特拉斯在和苏纳克竞选党魁的过程中, 要特地打反华牌, 但是特拉斯的下课却给人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反华真的可行吗? 这事论事啊, 特拉斯的下课直接原因, 其并非是他的反华态度, 而在于经济水平太差, 其为了挽救英国经济而推出的迷你预算政策, 不仅为能挽救英国的经济, 反而搞得英国经济进一步受挫, 加重了英镑的压力, 但这却和特拉斯的对华措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从7月宣布辞职的约翰逊到特拉斯, 下台都是因为经济问题, 搞得英国一团糟, 民众愤怒之下被内部逼宫, 而英国的经济原因这个根源在哪呢? 在于跟随美国反华, 限制了中英合作, 加上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 经济严重受挫, 所以事实上要缓解英国的经济压力, 在俄乌局势持续恶化的情况之下, 唯一的选择就是和中国修复关系, 借中国的力量来挽救经济。 事实上, 过去美国就是这么做的, 美国总统拜登最初就想求助中国, 但因为拜登一边求助中国, 一边干涉中国内政, 打压中国, 导致合作一波三折, 最后未能成功挽救美国的经济。 而英国用美国的前车之鉴, 就更应该以诚心诚意的态度求助中国, 可约翰逊到特拉斯, 都是以反华为宗旨, 最终导致自己下台, 特拉斯讽刺意味更强, 刚当上首相, 反华不成就要先接受下台, 所以说特拉斯的下台, 给所有意图反华的国家都上了一课, 反华的风险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担得起, 美国求助中国不成, 经济问题持续到现在压力巨大, 英国拒绝求助中国, 三个月内下台两个首相, 这一局面也足以为后来者借鉴, 在处理对华关系上, 请负责任一点, 郑重一点。 即使, 李显龙再次就中美关系发表看法, 哭口婆心的暗示美国, 不能和中国脱钩, 事实上啊, 对于中美关系, 中国已经给足了美国面子, 那么美国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辜负中方的宽宏大量呢? 点击屏幕的原用, 今天我们聊一下立话题。 综合相关媒体人透露,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 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会谈, 对中美关系表达了自己的个人看法, 他主张美西方应当和中国寻求共同点, 不应该将中美关系变得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 李显龙过去对时刻处于美西方反华阵营第一线的澳前总理莫里森, 也曾强调澳大利亚应多关注和中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而非只看到分歧。 显然, 李显龙也在是借此告诫阿尔巴尼斯, 毕竟阿尔巴尼斯自己也承认过澳大利亚因为反华承受了极大的经济压力。 李显龙还表示, 美国对中国实施所谓的脱钩政策会对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也会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李显龙还敦促中美达成协议, 停止继续发表可能引发错误影响的言论。 很明显, 李显龙借着访问澳大利亚之机再一次暗示, 甚至可以说是明示美国中美不能脱钩, 否则全世界都会因为美国的错误行径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这里, 李显龙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该有的远见着实,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谏言美国不要和中国作对了, 近年来新加坡方面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呼吁美国不要和中国搞脱钩, 否则对美国自己也是严重不利。 当然这和新加坡的处境有关, 东盟国家虽然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团体, 但是东南亚也却有自身的缺陷, 比如无论陆权还是海权都严重受到其他大国的制约, 所以东盟国家所处的环境本身就是较为敏感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东盟国家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优化自己的外部环境, 因此东盟国家一些优秀的领导人对于周边国际形势非常敏感, 往往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李显龙就是这样, 他敏锐地发现如果美国继续和中国作对, 那么不仅仅是中美自己, 东盟乃至是全球都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各位要知道啊, 俄罗斯并非是一个经济强国, 可是这次俄乌冲突也促使了美西方与俄罗斯的脱钩, 可就是这样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美西方和俄罗斯搞脱钩尚解如此, 更加不用提美国和目前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出口国,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搞脱钩了, 后果啊简直就不堪设想。 那么对于李显龙的呼吁, 美国听进去了吗? 就事论事, 自打拜登接任美国总统以来, 在对华方针上面, 对比前总统特朗普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一直到今年, 甚至是最近, 拜登政府方面一直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 呼吁和中方展开对话, 重启合作。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 拜登这么做, 不是因为听了李显龙的劝告, 知道继续和中国作对, 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而是纯粹因为美国自身经济压力太大, 社会矛盾也是愈演愈烈, 必须得到中国的帮助, 才能有所缓解。 此外, 拜登也一直希望中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立场, 能够和美西方一致。 可是为什么拜登频繁对华表态, 呼吁对话合作, 主动登门求和解, 中美关系还是一度的触交, 甚至有陷入僵局乃至恶化的倾向呢? 难道是中方不讲道理吗? 并非如此, 事实上不要说拜登时期, 就算在特朗普时期, 中国也是给足了美国面子的, 即便是美方对华做出一些明显出格的事情, 中方还是选择愿意通过外交对话渠道来解决, 只要美方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倾向, 中方过去也是一度很积极的响应, 问题始终出在美国身上, 确实在拜登时期, 美国曾主动上门求和解, 但是美国这个求和解的方式, 正常人没法接受, 这就好像一个总是欺负你的人, 有一天你不让他欺负了, 并且打了一架, 让他知道他打不过你, 从此以后两人不相往来, 有一天他找到你说咱们和解吧, 不过要有条件, 以后我要随便能欺负你, 你还不能还手, 这是求和解的态度吗? 说是拉仇恨还差不多, 说是找事也没跑, 美国有求于中国, 还敢开这种过分的条件, 这个脑洞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但美国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美国每一次对华求和解, 每当中方觉得美国悔过了, 美国就开始作妖, 开始对华立规矩, 干涉中国的内政, 甚至于侵犯中国的主权,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知名的反华派, 也是美国当权派, 相信大家对前面的事情还记忆犹新, 所以说中美关系应该如何, 李显龙讲得很清楚, 中方也讲得很清楚, 中方也给足了美国面子, 而美国在表面上主动登门求和的行为背后, 其实一丁点的诚意都没拿出来, 想的依然是履行那套霸主的思维, 看来啊, 除了遏制打压, 美国短期内不会对中国有第二个想法, 一场俄乌冲突, 看似是俄乌之间的激战, 实则是北约与俄罗斯的全面对抗, 现在的北约可以说已经与实质性的参战无异, 拒绝接受这一点的普京, 毅然下令核轰炸机出动, 面对一触即发的局势, 中方又该做出怎样的行动呢? 欢迎大家收看, 这里是有好看视频和录录观察联合打造的时事热点栏目, 如果您对今天这个话题感兴趣, 欢迎点击评论的有用按钮支持我一下, 10月18号, 美国加拿大空中安全司令部宣布, 美国空军战机当天在阿拉斯加海岸线附近, 紧急升空拦截了两架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 俄罗斯图95MS战略轰炸机, 图95MS是可以携带并且发射核弹头的, 不得不说, 俄罗斯派出核轰炸机出动并且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带给美国的震慑不是一般的大, 但是此举并非俄罗斯总统普京想挑衅, 而是美西方挑衅在先, 普京无法接受, 这才采取这样的强硬举措进行反击, 10月17号, 北约坚定政务核演习正式揭开帷幕, 这场核演习涉及北约14个国家, 事实上北约国家之中真正拥和的也就美英法三个而已, 所以这场演习规模是非常大的, 据悉美军还特地派出了同样能够发射核导弹的B-52远程轰炸机参加本次演习, 更重要的是据悉这次核演习的地点距离俄罗斯最近的地方, 仅仅有1000公里左右, 很明显这场核演习对俄罗斯带有强烈的指向性和警告意味, 所以我们实在不难理解为什么普京要下令核轰炸机出动, 值得注意的是, 北约核演习美军方面调动的B-52并非是美军最厉害的核轰炸机, 美军目前最厉害的核轰炸机是B-2隐形战略轰炸机, 而普京作为应对同样没有派出本国最厉害的战略轰炸机, 俄军最厉害的战略轰炸机是图160M, 而现在派出的仅仅是图95MS对应美军的B-52, 针锋相对的意味十足啊, 但同时也体现出俄罗斯并不想升级局势的打算, 你怎么样对待我施压, 我就只施展对等的反制, 绝对不会令事态升级, 就现在的俄乌冲突而言, 北约已经基本等同于实质性的参战了, 虽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 北约派出了正规部队进入俄乌冲突的战场, 帮助乌军对抗俄军, 但是仅除了这一点, 北约针对俄乌冲突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完美的符合北约实质性参战这一说法, 政治上与俄罗斯划行界限, 表明对立立场, 经济上给俄罗斯实施大量的制裁, 竭尽所能的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力实力, 军事上竭尽所能的予以乌克兰各种支持, 尤其是情报的支持, 北约几乎将自己的所有情报资源, 都集中到了俄乌冲突当中, 用于应对俄罗斯, 而且在此前,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也在北约成员国防长级会议上承认, 俄乌冲突如果俄罗斯获胜, 就等于是北约失败了, 这等于变相承认北约实质上已经参战, 俄乌冲突其实面临极大的风险, 关键在于从10月10号开始, 普京对乌克兰发起了一系列攻击, 令美西方意识到, 俄罗斯其实还有大量战略资源, 可以用于应对俄乌冲突, 这次俄罗斯图95MS的出动, 更是让北约意识到, 与俄罗斯的博弈其实迎面很低, 那在这种情况下, 无法接受失败的美国极有可能会铤而走险, 做出更为激进的行动, 促使俄乌冲突升级, 酿起更大的灾祸, 届时该怎么办呢? 作为一支主张俄乌冲突和平谈判的中国, 在这过程当中就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延续过去路线, 继续劝和促谈, 为俄乌冲突和平降温做出贡献, 再者, 中方也可以出巧招啊, 中方如何出巧招呢? 一句话, 唯未就招, 当然并不是说中方要出兵介入, 拒绝拱火俄乌冲突是中方多次强调的立场, 但战场不只有一种, 近期因为美联储为遏制本国的通胀, 极其自私的多次加息, 导致各国的货币价值对比美元,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 多国为此损失惨重, 事实上近期多国央行都已经在, 抛售美债, 一向最忠实于美国的日本也抛售了, 这给美元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好,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